各位联合台下 升班的台湾如有形成源头国 由专家学者和国庄典的业职 作为讨论几位置6条 赞典国庄典企业恺增如有逻输 今天也来发表 要请客委会和南岛文化局 对进切的部分来并告 是不是会当中这6条如有形成安排日期 对新的第3三和南岛恺增 一直到并党的落堆客家文化局 来专业做一条路线 让家庄典的友调 可以变成民众如有的新三条 我们到139县来旅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很积载的地方 我们客家的支出 来自姓伊 水利 南岛 六国 国省 在家庄典的业职 经过跟学者专家登记的讨论后 今天是在台湾如有形成源头会当中 也分别做成果的发表 提供给客委会三景处 和南岛文化局 作为进切上的参考 我们路股这边的方式是 算隐姓的客庄 因为这边都是老客 早期客家人迁徙到这边之后 可能到海边 但是因为一些关系 所以往山上迁移 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在我们整个文化 然后像一些祭祀的部分 然后拜拜 比如说像吴光亮的八通关古道 然后以及像残规主司 然后还有像习智庭这一些 其实这个文化 底蕴去把它兜起来 其实就是我们的客家文化 目前我们的这个游城规划 已经有一年了 我们希望说我们要推出去 要给所有我们的民众 知道我们的客家产业 对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农民的收入 会有帮助 过去真正有人食材南岛的客家 但这两三年 他过去区域平白 怕团体整的方式 这客33间入价 推出6条如油落算 未来也希望 他能够跟北部 跟南部的客家主题的景点 做一个串联 因为未来民众越有的心酸调 我们透过北中南策略联盟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市场是 在我们这个全国的各大专院校的 客家研究中心 户外教学的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目前短期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目标市场 我们也可以引介他们到六堆 到这个所谓的新竹的台山县 等等这方面 我们来做个策略联盟 主要的目的就是 让整个客庄变成旅游的一个选项 最重要的事情是 透过这个游城的安排 可以让本县的人也好 或者是外县市的人也罢 到了南投 经过这个客庄的时候 可以真正把我们的产业 带回去他们的家里 让所有的业者 大家有钱赚 那我们的客家的这个文化 在南投县的一个体认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发想 透过客家文化孤寂 第四经典 美式 文化創意作品的DIY 典友情设计 不然可以保持他们友谊 进来路由 也可以将客家文化化用出去 主办当于 其他自由这家的研究会 可以结合传代客庄的第四经典 方便将客家路由 来食材客家的文化 记者 姨姨 参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